威蜜绑定了梅韵系统 每次她跟我诉苦 只要我安慰她 梅韵就会转移到我身上 但这一次她不知道我已经死了 死在昨天那个本该她被折磨的晚上 现在属于我的猎杀时刻到来了 十一你不知道她们多过分 每天都拿着酒瓶堵在我家楼道 对我动手动脚 季婷说到这就开始捂着脸痛哭 换以前我一定会心疼地抱住她 但这一次我无声地将目光落在她白皙柔嫩的皮肤上 多好的一张美人皮啊 不愧是公认的笑话 曾经我也是这样的 成为无数男生追捧的对象 就连又是说过要娶我的男神 如今也认不出我 以为季婷才是那个自己要找的人 而直到我死 才知道这都是她那个所谓没运系统的功劳 我悠悠地盯着她说 季婷 我是真的想不到 是吧 他们就是太过分了 呜呜要抱抱求安慰 她没有听出我的闲外之音 立刻抬头要扑进我怀里 可她在抓到我手的那一刹陡然打的寒颤 十一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 她吓了一跳摸了摸 我手又缩了回来 真的好凉你是生病了吗 我笑笑垂下眼睛 尸体的手不都是很冷的吗 就在昨天夜里 那条狭小破败的胡同里 我紧紧握着一把美工刀 浑身颤抖成防备姿态 死死盯着面前一伙畅笑的男人 这女的跟头死猪似的 还以为能对抗得了我们 真是太丑了 多看她一眼都要吐 我真想把她按在地上才扁她的脸 哈哈哈哈 我也是 就是莫名其妙想要收拾她 想把她的头发全都撕下来 而她们确实也亮作了 用烟头套我拿针扎进我身体 把人世间最残忍的兽型 都施加在我身上 死不瞑目的 我从巷子里爬起来 拖着残破的身体 一步步爬到寂庭窗外 我透过血肉模糊的眼皮看到 那时的她正舒服地 躺在床里玩手机 她在跟她的系统说 明天还要来找我 要令我彻底摆脱 她所有的倒霉事 尸体 寂庭以为我在给她开玩笑 笑嘻嘻地说 我才不让你死 你死了我就不好活了 很多真心话 就是以开玩笑的方式 说出来的 她紧接着嘴巴一别 我不管我不管 十一你必须要安慰我 立刻马上 我只是静静地盯着她 我依旧在想这么好的皮 如果被接下来 里面露出的该是什么样子 也会像我一样流很多血吗 就在这时她男朋友 那个小时候 曾对我许下承诺的人 罗赞走了过来 男生眉头紧簇眼睛里 只有季婷 婷婷我给我妈说了 这几天辅导班我都不去了 我送你回家 季婷立马拒绝 不用 你事情多就先忙你的 十一送我回去就行 罗赞看了我一眼 不行 伤十一送你我不放心 不嘛不嘛 季婷觉得嘴道 十一肯定能好好保护我的 到时候要是她没保护好 我你再找她算账吗 我听到这话直接笑出了声 季婷你好大的脸 你以为全世界都该围着你转 我抬起手锋利的指甲 划过她的脸 我们方向正好相反 我送你回去谁送我 我的手指很冷 季婷被我触摸过的地方 汗毛都立起来了 她从没见过我这般 一时呼吸有些停滞 眼中划过一抹恐惧之色 伤十一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罗赞当即出言维护她女朋友 就你长得跟她坦克一样 谁会对你动手动脚 季婷幸灾乐获了两秒 才假惺惺的说 小罗你不许这么说我闺蜜 然而她越是这么说 罗赞脾气越上来 她干脆指着我鼻子无比厌恶的说 你看婷婷多善良再看看你 你这副嘴脸 之前还骗我说我小时候认识你 像游新生 你真让我越看越恶心 我微笑着说 已经在心里想该怎样挖出她的眼睛了 罗赞也许是震惊大过了疼痛 她正然地望着我牵扯的嘴角 一时没反应过来 倒是季婷惊恐地大叫起来 但她很快捂住了嘴巴 拉着罗赞跑出教室 就像她说的她不能让我出事 要是我有事 她该去哪寻找一个这么好的眉运替身呢 新一届笑话评选在即 脱离我她还能保持受人艳羡的容貌吗 季婷跑出教室的瞬间 一滴血悄无声息从她的侧脸滑落 她丝毫没有意识到 就在刚才我的指甲割破了她的脸 中了失毒的人 将会逐渐显露出她最本来的样子 既听你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这个晚自习罗赞回来了 她手指缠着绷带脸黑得像快炭 她收拾完东西往外走 经过我的时候 突然从后方发狠地撞磊下我胳膊 我本来在做题猝不及防向前一拥 文具和书本散落一地 周围的同学都被这动静惊到了 大家纷纷看过来 不好意思 罗赞声音地说着 脚却静止踩上我的书本 她用力踩在上面 将我的书本狠狠斩着 同学们都愣住了 谁都看得出这是她在存心欺负我 从前我作为班里最安静内敛的女生 这样被人当众找难堪 我肯定会哭鼻子的 季婷也在等着看我悲伤难过 然而我却是阴阴地怪笑起来 我实在忍不住笑干脆用手捂住嘴巴 让怪笑从指缝里露出来 昨天晚上我的脸就像这本摊开的书 被无数双脚撵过 罗赞 你觉得你这样做还能羞辱得了我吗 我站起来一下子跳到她背上 像只巨大的蝙蝠一般抱着她的脖子 啃咬了起来 全班震怂 这场闹剧以罗赞浑身是血的 被救护车抬走告终 教导主任和班主任赶来的时候 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了 所有人都认为我疯了 要不是我有个有钱的爹 我一定会被当场丢出校门 老师们在惊慌地打电话叫我家长的时候 我就嘴唇鲜红地站在走廊里吹着夜风 往下看正好能看到那条我惨死的小巷 继婷 你和那些伤害我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如往常一般 路过的小孩都忍不住对我丢石子 这就是继婷把她的被霸凌霉运转嫁到我身上的结果 在昨天以前 我会低着头抓紧书包带快步走开 但这一次我却是捡起路边的石子 不顾一切地砸回了那些坏孩子 都快要忘记了在曾经的曾经 我也是人见人爱的小天使一枚 我长相可爱性格温柔 还会拉小提琴 从小就是众心统一人人喜欢的存在 罗藏五岁那年第一次见到我 就小心翼翼地牵起我的手 说以后一定要娶到我 那时大人们都笑得乐不可知 他的爸妈笑叉了气说儿子好眼光 可现在我低头看着自己又黑又胖的胳膊 现在的我就像是光亮世界里的暗影 人来人往要么忽视要么践踏 曾经的我很渴望能有个童话王子 从天降救我于水火 但现在我什么都不需要了 我赶走那些小孩继续往家的方向走 突然一串急匆匆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 我转过身看到继婷因惊吓而占红了的脸 不知是不是光线的问题 我发现他的皮肤黑了很多 眼睛也小了一圈 十一救我 他慌不择路地扑到我前面 死死抓着我挡住他自己 那些人又来了 他们今晚还喝酒了又要骚扰我 十一我真的好怕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你一定会保护我的对不对 我半低下头看着他 继婷都这样了 你为什么不报警呢 他头摇得像锅烂鼓 不能报警 他们没犯什么实质性的罪 顶多被叫去教育几句 出来后还会报复我的 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拉着我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了 我温柔地说 突然朝后方看去 继婷他们来了 阴暗的路灯下 几个男人光着膀子走过来 光是站在那里就有一种窒息感 贱人 拿了钱不还是吧 那就拿你自己来赔 听到这话 继婷条件反射地抓紧了我的手腕 我微笑着说 你不是说 他们是看上你了一直在追求你 就是这样 你别听他们瞎说 她的眼神却是越来越慌 十一 你可一定要救我呀 我们可是最好的闺蜜 男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继婷突然猛地将我向前一推 大喊道 我闺蜜有钱 她替我还 你们找她 我被她推到了那些人身上 可我并没有如她预想中的惊恐大叫 而是回过头一脸无辜地看着她 我没有错过 继婷那长舒一口气后 脸上一闪而过的笑意 可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那些人居然像是没有看到我一般 越过我直直地走向了她 你 你们怎么会这样 她对我的那些好 我总会选择忽略掉 这个世界的恶意 抱着残存的美好温暖自己 可是我谨小慎微地活着 最后又得到了什么 罗赞我曾经爱你卑微到尘埃里 我闻到她身上消毒水的气味 忍不住笑起来 可现在 我只想再一次把你的头打进尘埃 她条件反射地松开我退后一步 伤十一你现在这个样子让我 她一边后退一边摇头 下一秒她余光 披见了巷子里那些不堪入目的景象 不知过了多久 罗赞把受了刺激浑身颤抖的季婷抱出来 那几个男人正像死猪一样 睡死在巷子里 季婷的脸都肿了 紧紧缩在罗赞怀里抖落筛康 抱个紧巴 我把手机从兜里拿出来 就在我准备按下报警电话的时候 罗赞突然扬起手给了我一巴掌 这一刻好像全世界都窒息了 我听到手机从手中脱力坠在地上的声音 目指索急摇摇晃晃带着几分眩晕 罗赞咬牙切齿地对我说 伤十一你跟婷婷在一起 她出事了你就没有想解释的 我只觉得她的掌心好硬 很久很久以前她的掌心还是温暖的 每次跟我玩摆手腕都会输给我 但那个小学时 会在大热天因为我一句话跑出校门 给我买冰激凌的男孩 终究是彻底不见了 伤十一看着我的眼睛 回答我 我没有用言语回答她 因为我再次跳起来把她暴打了一顿 如果不是怕犯法对我家里人造成影响 我就让她下来陪我了 到最后我恶狠狠地一脚将她踹飞出去痛迟到 罗赞 讨厌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离她远点 而不是一边接近 一边又想尽办法去侮辱践踏踏 眼见罗赞痛呼着滚出鸡米圆 我拍了拍手大步离开 此时继婷仿佛已经从惊吓中恢复过来 她一脸真诚地追上我 十一都这么晚了你今晚就在我家住吧 刚才的是我不对 我不该推你 可你作为我最好的闺蜜怎么能不懂我呢 我胆子小你知道的 我刚才真的是太害怕了 我觉得他们不会对你怎样所以才推你的 不过我也要批评你你怎么能抛下我 好了我们扯平了谁也不要怪谁 我真是佩服季婷给人洗脑的功力 强忍着没给她一巴掌 季婷每次做了过分的事让我想下定决心聚焦 都会看准时机主动来道歉 内容无非是我是错了 但我是有原因的你要理解我 抛开我犯错这个点你就没问题吗 所以我们扯平了 你也该向我道个歉 但这次我答应跟她回家 季家夫妇佛口舌心 伪善而卑鄙 当初认识季婷时 他们家还是个苍蝇小馆 因为卫生问题而被工商局要求关店 而他们不仅迅速摆脱了破产的局面 还住上别墅开上跑车 反观我家则是面临各种危机 要不是家底够厚 恐怕早就被他们祸害光了 我微笑着说 确实也该拜访一下叔叔阿姨了 其实之前季家夫妇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了 已经对我态度很冷淡了 可笑的是这次他们得知自己女儿的困境 对我的态度又一下子好了起来 我刚进门就看到整容整姜的继母 化着憔悴的妆 含着眼泪跑过来拉我的手 十一阿姨好久没见到你了 真的好想你啊 你在阿姨眼里就像自己的亲闺女一样 阿姨看到你就开心了 继父配合的过去揽住她的肩膀 你这段时间都瘦了 看到十一可算能开心 她无意间抬起头 却在看到我的一瞬目光一致 眼底浮现出诡异的神色 换作以前我肯定会感动的 把他们当干巴干妈 赶紧论问这是怎么了 但这次我呕了一声 将手抽出来鞋都没换就往浴室走 关上门后我听到他们在客厅里气气思语 伤十一这个蠢货今天是怎么了 我给她脸她都不要 别说了妈 我也不知道她最近怎么了 好像有点不说我摆布了 这可不行 女儿你得继续把她训得乖乖巧巧 咱家人的长命百岁还指着她呢 老季也想想办法 再想了别烦我 对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今晚伤十一好像漂亮了很多 我望着镜子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 镜中我的五官已经开始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那是我本该拥有的容貌 而很快在镜子一角 出现了一抹紧紧贴在门外的身影 季婷的父亲 我嘴角笑意更甚抬手放下一柳头发 遮住那片湿般浮现的地方 季家今晚可是要很热闹了呢 晚上我坐在床上安静地看英语阅读 英语一直是我的弱项 尤其是阅读 我很难静下心来找答案 可死过一次我才知道 能无忧无虑像这样于灯下读一本书 真是莫大的幸运 但我才看书看了没一会 房门被人推开了一条缝隙 我假装没有察觉 但敏锐的嗅觉告诉我 继父此刻就在门外 我怎能忘记 曾经记停连被练同匹父亲盯上的霉韵 都转移给我了 我跳下床光着脚踩在地上 叔叔进来坐吧 我笑嘻嘻地说着 我知道您的意思 今晚就我们两个 男人见被我发现了索性 也不再继续伪装 他迫不及待地钻进来降门反锁 继母亲手亲脚地推门进来时 我刚刚将阳台窗边的一滴血迹擦干 他看起来一脸和善 手里还捧着一叠水果 时宜看书累了吧 来吃点水果阿姨亲手给你切的 我看都没看他一眼 拿着书慢慢坐回到床上 继母脸上的笑容将了一顺 这些年养尊处优的生活都快让他忘了 自己昔日是如何在市井 卑躬屈膝讨生活的 他强压下眼底怒意 坐到我床边温柔地说 时宜这么刻苦学习 阿姨真羡慕你爸妈有你这么个好孩子 是该羡慕 我皮笑若不笑地说 既听这几次考试都排倒数 阿姨有时间也去督促他一下吧 是该督促 是该督促 他口头附和着 眼珠却是飞快地转起来 时宜 你没事多带带婷婷 他这孩子也怪可怜的 这些年我和你叔叔一直忙于工作 疏忽了对他的照顾 他也因此总是被同龄人欺负 笑死 平时到处惹事还当绿茶的人不是季婷了 继母说着说着就开始抹眼泪 他啜泣的声音逐渐从压抑转而放声痛哭 换做以前我肯定会不知所措地安慰他 但这次我一样怪气地说 别哭了 再醒鼻涕假体都歪了 继婷长得丑是随了他妈 只是这些年他利用系统摆脱了丑陋霉运 而他妈也用系统带来的钱去做了整容 甚至继母还曾经试图勾引过我父亲 只是没有成功 女人动作一顿再也忍不住了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没家叫没素质的东西 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素质 这个东西我确实没有 我冷笑一声直接上手给了他两个耳光 我不仅会骂人我还会打人呢 继母彻底炸了 不管不顾就要来打我 可他刚突上来就被我踹倒在地 你 你这贱人 我要报警 我要咽伤 女人肥胖的身躯跌在地上 感觉腰都快断了痛的呲牙咧嘴 我居高临下的俯瞰着他 做事要继续下手 他立即像乌龟一样缩起头 哈哈 打你我都嫌手脏 我重重拍拍手随后慢悠悠的说 好了 我不跟将死之人置气 我去找继婷了 我说完就往外走 继母肺都要气炸了 强撑的身体站起来跟上我 伤识异你这张贱嘴 他后面的话 在我推开继婷房门的那一刹自动消音了 随之而来的是凄厉的尖叫 啊 你们 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十分钟前 我将被我打昏过去的继父 送到了继婷的房间里 继婷那时正在浴室洗澡 他刚出来就被躲在门后的我下手打晕 我贴心地将他们摆放在一起 为表亲密我特意将继父的骨骼拧断 摆成紧紧相拥的姿势 至于继婷我还要留着他 留着到最后亲手包下他的皮 两个人现在光溜溜地躺在一起 那场面真是刺激啊 此刻周围邻居都被这动静惊到了 纷纷过来查看 继母已经杀红了眼 疯了似的对着二人又提又踹 把卧室的东西都砸了 而我收拾好东西大摇大摆地走出机架 顺便把看热闹的人都放进屋子 出门的瞬间我听到继母撕心裂肺的怒吼 离婚 报警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两个好过 继父和继婷没有回应他 但吃瓜群众的声音着实不小 可惜了 我摇摇头 他要是在只顾着抓奸的羞辱 不查看一下状况的话 继父恐怕真的要彻底惨了 第二天我到教室的时候 继婷的位置正被很多人围得密不透风 天哪 这是怎么了 才一晚上的功夫怎么会这样 继婷你是不是中毒了呀 你脸怎么了 太恐怖了 罗赞今天怎么没来 他知道他女朋友发生啥事了吗 马上就新一届笑话评选了 继婷你别掉链子 你完蛋了 咱班不就没人了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 继婷正拼命捂着脸 口罩被人撕下 露出一片怎么也捂不住的黑色胎记 他本来脸上就有一个很小的胎记 但中了我的失读后 胎记迅速扩张 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了 让人难以忽视的存在 班里有几个女生从前就看他很不顺眼 如今都是满脸痛快 啊 估计用三五产品烂脸了呗 打扮得再美又有什么用 从骨子里透出的人渣味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 我要请全班同学 除了某人喝奶茶 这几个女生说干就干 早自习也不上了 冲出去就给大家买奶茶 他们回来的时候纵然满头大汗 但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轮到发给我奶茶的时候 其中一个女生也不知是不是在开玩笑 她睁大眼睛看着我感叹道 哎呦 伤识一你今天怎么感觉好看了很多 脸都瘦了一圈 嘖嘖嘖 是不是背着我们偷偷减肥了 你这底子挺不错呀 她感叹完就拍拍我的肩膀 继续去后面发奶茶了 我依旧低着头念书 陈独生的遮掩下 周围的同学都没有听到这些 也没有察觉到我的变化 和往常一样我来上学 放学都几乎没人注意得到我的存在 但这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 她现在几乎屁股都快粘不住椅子 她已经坐不住了 那就是季婷 我余光贴见她又想探头往我这里看 又怕抬起头被人围观很是矛盾纠结 我暗自冷笑却用书本更加彻底的挡住我的脸 失读在季婷脸上发作的有多快 当系统作用失去 我的脸恢复的就能多快 现在我已经能感受到 皮肤传来的阵阵痒溢溢了 绝不能被季婷干扰 下了课我刚戴上帽子口罩 季婷就立刻跑过来要拉我出去 其实我也挺佩服她的 昨晚估计脸都被她妈扇肿了 今天还能咬着牙来上学 果然恶毒如她对别人狠 对自己也不手软 季婷在抓到我手腕的那一叉脸色都轻了 她死死盯着我声音闽寒 十一 你为什么一夜之间瘦了那么多 我挑了挑眉毛 任由她对比我们的手腕 很多年前她也喜欢拉着我的手跟她对比 那时她总会叹着气说 哎呀 瘦人就是好啊 干吃不胖 你看你又白又瘦而我又黑又胖 真难受啊 上天可真不公平啊 要是能跟你换换就好了 我只以为她在开玩笑 或许如果我当时能看一看她的眼睛 我就能从中看出 和如今一样的恶寒而极狠的光 季婷慢慢抬起头 目光落在我的帽子上 十一你摘下帽子让我看看你 她趁我不被抬手要夺 可我用胳膊肘重击了一下她的手背 女生差点摔倒 就在这时门外走廊处传来一阵骚动 我趁势出门 正好看到几个学生会的同学 抱着一摞表往这边走 而他们身边围了好多同学 天那天那新一届笑话评选大赛开始了吗 我能填一张报名当的炮灰吗 好好骑这件有没有什么新的黑马呀 老看季婷都看腻了 季婷怎么了 不准说我们班的女神 除了她我们班其余更惨不忍睹 这种笑话评选 其实是一些当地有名气的企业家资助的 获胜者会签约成为品牌方的代言人 季婷荣获贵冠的那几年 连带着季家的生意都水涨船高 学生会的学长面 无表情地扫过簇拥在她身边的同学 不好意思 我们还是节约时间直接去找季婷同学吧 这话一出 我们班的同学纷纷都露出了戏谑的神情 季婷好看归好看 但平人为人自私自利 总装绿茶以为全世界都该让着她 这次她出示大家反而觉得痛快不少 我转过头看到季婷正拼命 把被人扯断袋子的口罩往脸上安 她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都在飞快地离她远去 急得脸都涨红了一直打哆嗦 她本能的选择再次利用我 十一 她戴着哭腔感觉整个人都要碎了 死死揪着我的衣服 我最近真的太倒霉了 我真的无法承受 求求你安慰我一下 她咬牙切齿地说 你要是不安慰我 我现在立刻从楼上跳下去 从楼上跳下去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 下一秒在她恶然的目光中 我直接将她扛起来 往窗边走去 季婷 这可是你说要跳的我帮你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啊啊啊 上十一你那么疯了 救命啊 杀人了 救命啊 季婷的尖叫 迅速引来周围同学的注意 是季婷的声音 卧槽 那边发生什么了 大家都吓到了 赶紧冲过来试图劝解 与此同时我单手扛着她 另一只手将窗户打开 大风在这一瞬间 涌近将我的帽子冲掉 我的头发尽数垂落 季婷还在不停挣扎求救 她没意识到 周围的人像是被按下了定格键 一片寂静里不少人都深吸一口气 这个 这个女生是 天呐 她的头发好长好黑 她的皮肤好白像冰雪一样 她的睫毛好长 眼睛也好漂亮 她为什么要戴着口罩啊 我第一次受到美貌暴击 原来真的有人光凭气质 就能美成这样 这一刻所有人都本能地忽略了季婷 就像故事最开始的时候 她跟着我走在街上 永远都是被忽视的那一个 丑陋不一定会引来欺辱 但美貌往往会引来追捧 季婷 其实你一直都很恨我对吗 我轻声说 在下一秒 我解下了自己的口罩 同学们都欢呼震撼了 他们都以为年纪里 新转来了个格外貌美的女同学 学生会的同学们满眼惊喜地冲向我 季婷从我肩上栽下来 一屁股坐到地上 她仓皇地捂住脸 可并没有任何人在意她 大家都纷纷涌过来对我问东问西 那张本该给季婷的笑话报名表 如今也躺在了我手里 投票还没开始 可所有人都已经认定 我会是新一件笑话了 这位同学你就站在这里 我随手一拍 最终冠军都一定是你的 学长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不少同学也都冒着 被老师查到手机的风险 从一旁偷拍我 季婷眼睛都红了 她哑着嗓子叫喊 但并没有人理他 我抓着笔当着她的面 在报名表上重重写下我的名字 伤十一 这顶桂冠早就该属于我 只是被季婷纠战雀巢了那么多年 而我背负暗影活了那么多年 季婷不止你恨我 我现在也真的很恨你 这场笑话大赛 以全校投票评选的方式 最终我以压倒性的票数优势 夺得桂冠 伤十一三个字 一夕之间从仇你的代名词 转为了心愿笑话 而季婷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可在大礼堂主席台嘉免的这一天 我在观众席里 一眼就看到多人未见的人 主拐的罗赞 他和其他人一样 微笑的向我鼓掌 可我却莫名感到有些心慌 嘉免的那一刻 他举起相机 对着我咔嚓一声 不知为何这道刺眼的白光 像是刺进了我眼睛 让我许久缓不过神来 散场的时候 我在后台多留了一会 周围的人都走了 罗赞走了进来 他坐在一旁 微笑着看我把东西 一样样装进包里 一直没有开口 就像是专门来看我的一样 直到我要往外走了 擦肩而过的瞬间 男生阴沉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伤识意 拥有这些你本不该有的东西 是不是很开心啊 不得不说 你现在还真跟我小时候 喜欢的样子一样 我面无表情地看向他 男生笑了一声 眼底的笑意渐渐连去 他一字一顿地说 你还装什么 你的秘密我都知道了 那群欺负婷婷的小混混 已经被我找到了 你猜我意外得知了什么 他们说他们好像在前一天 弄死了一个很胖很丑的女孩 只是他们后面返回的时候 发现地上什么都没有了 只流下一滩血 被他们擦掉了 婷婷说 那天晚上你们一直在一起 可那群小混混却只看到了婷婷一个人 所以伤识意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她对我不步紧逼 直到把我堵在墙角 罗赞紧紧抓住我的肩膀 声嘶力竭地质问我 说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一个已经死掉的人 为什么又要回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歹毒 婷婷她一直拿你当最好的闺蜜 你到底是用了什么邪术 变成这副模样的 你又是怎样让婷婷毁容的 她抓着我的肩膀 指甲隔着薄薄的衣料 欠尽我的皮肤 我刚才已经拍照了 这个相机是我专门请人买的 什么人在我的相机里 都会显露他最真实的样子 你要不要我把这个照片公之于众啊 我只是一言不发地盯着他 随着他眼球上的血丝 一根又一根的增多 我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 他被我盯得心慌 呼吸都错乱了机拍 你笑什么 我可不怕你 罗赞 我悠悠地说 如果你的相机能拍出一个人 最本来的样子 那麻烦你好好看看你的相机 我的话音刚落即停 突然窜了出来 小罗我们走 我们不跟他纠缠了 我们快走 谁知道伤识意又在耍什么手段 我们快走小罗 走啊 他的眼神是肉眼可见的慌乱 罗赞迟疑了目光落在相机上 继婷直接跑过来 试图强行拽走他 可他们却被我先一步堵住了 今天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别想离开这个门 罗赞你想要真相 那我就给你看这个真相 只是希望你到时候 还能挺直的腰板跟我说话 这一次罗赞没有被继婷劝动 他凝着眉头打开了相机 而就在下一秒 他猛地抬起头 双目赤红瞳孔阵战 继婷面如死灰 他慌忙把相机夺过去 而在他看到的那一眼 他也彻底像是被什么东西 抽干了力气贪婪在地 照片上舞台中央的女孩巧笑嫣然 带着加冕的桂冠周身 都泛着圣洁的光 可在照片的角落里 舞台下有个人拱着腰 鬼鬼祟祟地躲在那里 目光是赤裸裸的嫉妒与怨恨 那个人又黑又胖 五官猙獰而扭曲 脸上有一个小小的黑色胎记 谁都能认得出 那个人是季婷 罗赞 你从来只相信你的眼睛 不肯给我变白的机会 小时候认识你的人是我 你许下承诺的人也是我 是季婷用见不得人的手段 偷走了我的一切 是他在我身上转移了他所有的不幸 那些小混混的目标 从一开始也是他 而我只是无辜被他抓去的替死鬼 季婷陡然抱起咆哮道 你胡说 罗赞你不要听他的 是他栽赃陷害我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你一定要相信我 可这次罗赞却是没有像从前一样 无论别人说什么 他都坚定地选择季婷 其实季婷的所作所为 季婷的人品他都看在眼里 只是他和我一样 都被幼时的回忆困住了 他看到季婷这张脸 就能原谅他的一切 没人是傻子 大家都选择性 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罢了 季婷还不管不顾地拉着罗赞的手 他像从前一样脸上 缓缓留下两行青泪 试图用这副 我见油帘的面孔 博得罗赞的同情 可这一次只听扑呲一声 他的衣服爆开了 一股有黑的肉 从他的收腰群里挤出来 罗赞垂眸看着他的这张脸 眉头一皱差点干呕出来 小罗 你不能抛弃我呀 就算我现在不如以前好看了 可我们这么久的情分不是假的 你也曾经说过 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 你都会爱我 你承诺过的 我和罗赞故事的开始 就以他是视觉动物为前提 可笑的是跟罗赞亲密 相处了这么久的季婷 却还是不肯接受这个现实 他还在拼命摇着罗赞的手 男生终于是忍无可忍 将他推倒在地 季家由于季父和季婷的丑闻 被人匿名发到网上 生意受到了重创日渐 激临破产 非夜过后 季父落下了终身残疾 季母面对这一切精神崩溃 被贪图他家财产的亲戚 送进了精神病院 季婷还不肯放弃 日日堵在罗家门前 求罗赞回头 还在夜里趴人家窗外大哭大叫 罗傅罗姆烦不胜烦 每次出门都得让庸人把他轰走 而季婷越来越胖 轰他的人也都得费一番力气 这天晚上 季婷又扯着寒雅的嗓子 在罗家门外大哭 我主动去了 罗傅罗姆是肉眼可见的憔悴 他们都恨不得找人把季婷打残 叔叔阿姨 季婷是我的同学 就把他交给我吧 我笑得礼貌而客气 啊 真的吗 小姑娘 你可以吗 我可以试试 罗傅罗姆一听这话如遭特赦 季婷跟我走吧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轻轻拉起她的胳膊 却带着让她挣脱不得的力气 救命啦 你别碰我 叔叔阿姨救我 我不能被她带走 她根本不是人她会杀了我的 季婷吓得鼻涕眼泪一起出来了 她死也不想跟我走 然而罗傅罗姆早已经干脆的将门关上 窗帘也都拉下来了 我无比温柔的俯下身 在夜色下对着季婷缓缓勾唇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 走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为了防止季婷挣扎我直接打晕她 拖着她到了那条小巷 在那条小巷同样还有五个男人 都被捂住了嘴 各自被绑在一个木桩上 他们 包括季婷都是刽子手 都在等待我的审判 我用一盆凉水把季婷泼醒的时候 她第一反应就是尖叫 可她的嗓子已经被我弄哑了 我无视了她恐惧的目光 把她绑在第六个木桩上 季婷 你猜我要做些什么 我站在一群抖弱筛康的人之间 看着他们只觉恶心 曾经我就是这样狼狈 而绝望的被人堵在这里 迎来了我生命的最后时刻 你 你 季婷嘶哑地发出声音 她终于是颤抖着说 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曾经的我也是这么求饶的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可你们都想要我的命 我打开手电 照亮她下的惨白的脸 紧接着我将手电的灯光流转 艾哥转移到那些 奄奄一息的男人身上 季婷在看清了那一瞬 眼睛里的惊恐到达了极致 他们的脸都被打得凹陷 而下半身都是大片的血迹 嘴唇一点血色也没有 若不是眼皮 还会间隙性抽搐一下 何死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季婷 你看这就是报应 我从地上捡起一把刀 慢慢弯下 伸在她脸上底话 当初你明明可以报警 为什么要选择用我来转嫁危机 真正伤害你的人你不理 却一再地欺辱践踏我 既然这样 那我也将用自己的方式 对你尽最后的审判 几天后城郊河道 出现一具无名女士 可悲的是各大记者 媒体网站争相报道 都没有死者家属前来认领 彼时我正躺在床上 悠闲地刷着手机 我的墙脚挂着一副 透明状的东西 我忍不住轻叹 还是她运气好啊 这么快就被人发现了 那沉睡在河底的 还有五个人呢 夜深了该睡觉了 我转过头 对着墙脚轻柔地说 既挺晚安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到了学校 少了个人的教室 就是让人看得心旷神医 同学们如往常一般嬉笑打闹 隔着书本偷偷地聊天说八卦 还有人一边念书一边打瞌睡 头都要磕到桌子上了 这些我从前从未关注过的光景 如今在我眼里却格外难能可贵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一天了 下了课我正坐在那里安静地看书 一个热腾腾的夹心三明治 落在我桌子上 我抬起头正好看到 罗赞闪躲的目光 你来这么早还没吃早餐吧 他抿了一下嘴唇 我刚买回来的 趁热吃 我笑起来用口型一字一顿地对他说 罗赞你忘记了 死人是不需要吃饭的 我起身往外走而他紧紧跟在后面 说让我听他的解释 我没有出声只是加快了脚步 等我彻底站定的时候 已经到了一处寂静无人的角落 十一 你果然还是肯听我的话 我就知道你还是忘不了我的 你那么喜欢我 我背对着罗赞 听到他惊喜地说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发誓我一定会对你很好的 我今生非你不娶 又要承诺了真是太可笑了 迟来的深情又算得了什么 我这辈子做过最错的事 就是太过看重一些人所谓的情谊 我忽略了 人都是会变的 人都是利己的生物 现在我只想让所有伤害过我的人 付出百倍代价 我转过身悠悠开口 罗赞你该记得的 他有些疑惑 记得 记得什么 十一你在说什么呢 好好好从现在开始关于你的一切 我都会铭记 不 你早就该记得的 记得为了寂停无数次将我的真心 置在地上踏碎 记得无数次对我的当众羞辱 算了 我勾起唇角 你还记得吗 在头发遮挡的后面 我的皮肤早已弥漫开大片的石斑 我知道 我该走了 但我希望所有辜负过别人真心的人 都能遭到报应 如果暂时没有 那我会从地下爬出来 一个个找到他们 全能完